今年的这个英国动物园啊又开始自己给动物量升高的活动了 So how did the English people do? 英国人到底是怎么干的呢? 哎,我还真是挺好奇的 过程当中啊,非常好笑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哈 Now, see? 啊, it's a kind of monkey maybe So measure the weight 工作人员是如何给他量体重的呢? 像这样的,对人类no harming 没有伤害的 就是他不会咬你抓你哈 这种动物呢,你就可以直接把他抱起来 然后放哪啊? 对了,放在这个秤上面 然后measure the weight 量他的体重就可以了 So we call it kilogram 体重的单位是什么呢? 比如说微便有55公斤 对了,如果我说55斤 那我现在应该瘦成了一个肉干 但是呢,微便是55公斤 公斤叫做千克,对吗? 千克,KG 是由哪个单词来的呢? 看一下 对了,kilogram kilogram kilogram 对了,K-I-L-O kilogram kilogram 千gram 克 所以缩写成kilogram 跟刚才的那个3M centimeter 是一个道理 明白吗? So,那 把他们放在秤上 就可以量出他们的kilogram了 对吧 量出他们的体重了 It's funny 太逗了哈 很逗哈 那,原本说 Vivian 刚才那是no harming 不害人的 那这害人的家伙可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有一个人把老虎举起来 另外一个人拿着尺子给他量身高吗? 我可不敢哈 估计也没有人敢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measure the height 确实把老虎的身高量出来了 你看 对了 其实啊 在你面前 It's not the air 你看到的不是空气哦 而是一面glass 对了 是一面玻璃 是一面玻璃 工作人员呢 They will take They will take the meat outside the glass 工作人员会拿着很多好吃的肉啊 然后活鸡活鸭啊 站在这个玻璃外面 你逗这个老虎 Yeah 逗他 这时候老虎是不是很馋啊 很想吃 对不对 所以一下子 砰 就扑过来了 扑在这个玻璃上面呢 然后就站立着 然后在那抓抓抓抓 所以呢 工作人员在在玻璃外面 弄一个巨型的ruler 就可以量出老虎的身高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老虎身高可不矮呢 到这儿是一米 一米四 一米五 接近一米六的身高呢 就是这只老虎啊 其实也是一只小老虎了 它站起来的高度差不多跟Vivian一样 还没有我高呢 跟我差一点啊 Vivian有一米六六呢 OK 好 那么以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测量老虎的身高了 Are they clever 他们聪明不聪明 聪明 Are they interesting 他们好玩吗 很逗对吧 那有人说Vivian 怎么样量老虎的体重啊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这要量他体重 他还会把我咬了 不会 同样的方法 他们会在玻璃 老虎所站的这个位置啊 在地上埋一个秤 对了 在地上埋一个秤 老虎你想啊 他碰一下扑过来 是不是身高就量到了 此时他的双脚也站在了那个秤上 然后这个数字呢 就记录下来了 你明白吗 所以这些人还是很聪明的 So they can measure the tiger's height and they can measure the tiger's weight 他们可以量出他的身高体重 using a very interesting way 用一个非常搞笑的方式 Now how about this 对了 那camel其实也是不伤人的 直接把它放哪 Yeah 直接把它放秤上 然后measure the weight 你看 but you should prepare a bigger one 但是你需要准备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秤 然后呢 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呢 就需要准备一个大的木板 然后呢 先量出木板的重量 然后呢 再把骆驼拉到木板上面 量出总和 再减去木板 就是骆驼的 对吧 这有很简单的算术方法 你肯定都会了 So that's very easy for a camel 对于一个骆驼来讲 这就超简单了 你看 大到老虎骆驼 小到蜘蛛青蛙 咱们都要测量 我们来看看 这个青蛙有多重呢 You can see it 5.1 OK 5.1克 5.1克 可不是千克 是克 小的不得了 So they can measure the frog's weight 他们居然连一只小小的青蛙 也不会放过 说明英国人呢 一方面是非常的funny 非常幽默 非常humor 另一方面呢 非常的严谨 他们对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能马虎 So how about this Oh You see They can measure it 他们也需要把它测量出来 Measure the weight Measure the weight 就直接把它放在一个 超级密的秤上面 然后呢 量出它的体重 And how about this Yeah It's a snake 对了 对于蛇来讲呢 因为它呢 是长的 没办法固定在一个位置 所以呢 工作人员用了天平 对了 用天平可以有什么好处呢 把它放在一边的斗里 另外一边呢 就可以加砝码 然后数这个砝码就可以了 是吧 什么时候天平平了 说明两个人的体重是一样的 Very interesting OK Measure the weight 说到这儿哈 我们好像都对动物团 这个工作很向往了 是吧 OK And how about this one 同样哈 用食物引诱的方法哈 引诱这个食以兽 先站到这个 这个体重计上哈 然后呢 再给它吃的 让它双脚站立起来 然后再量它的身高 有点像老虎哈 给老虎量的方式 但是呢 不同的是 这个食以兽是不咬人的 不攻击人的 No harm 所以呢 它们可以用手摸着它哈 然后逗它 这样子 还是简单的 They can measure its weight 测量它的体重哈 And how about this one Easy for the birds 对鸟来讲哈 你是没办法束缚它的 因为它想飞就飞 所以呢 必须要伪装 你看猫头鹰 最喜欢站在什么样的地方 树干啊 绿色的地方 所以呢 它们会在这个冲上面 放一个类似这样的拖 然后呢 这猫头鹰自然而然就找那儿 去握住了 握住以后就量到它的体重了哈 They can measure the owl's weight 能够量出它的体重 啊 The snail啊 蜗牛居然也要量 That's interesting 太逗了 同样也是用食物 看到了吗 They're using the green veggie 它们用绿色的蔬菜在饮用 蜗牛啊 蜗牛就爬上去了 然后再吃 然后就量出来了 So they can measure the snail's weight 可以量出它的体重哈 Oh how about the gorilla 大猩猩哈 Using the same way 那是跟老虎又不太一样了 你看 大猩猩在干嘛呢 挠树呢 是不是 它们也做了一个妙招哈 比如说在树的 清醒能够又够不到的地方哈 装一根香蕉 或者能捆上一些吃的 这时候这猩猩是不是就要站起来 然后在挠 然后蹦起来要摘呀 对了 这时候他们就可以用这个尺子 量出它的身高了哈 还是挺酷的对吗 Yeah cool They can measure the gorilla's height 可以量出它的身高 Ah that's interesting 还是对这些 No harming 没有对人没有伤害的动物呢 就可以直接抱起来 放撑上 腰就可以了 OK For the things like the sheep like the cows 同样哈 食草动物嘛 就更好量了 往这一拉一站 一量就可以了 They can measure their height easily 所以特别轻松的就量出他们的身高 好了 你已经看完了 英国人是如何给动物量身高的 接下来呢 就到你了 OK 你呢 需要给他们量一量身高 但是呢 我知道方法基本上我们已经借鉴过了哈 那维维要给出你的呢 就是不同的身高数值 那我们来看看每个人身高数值 或者体重的数值有什么特点和区别 然后呢 我们逐一的来进行提问 你还记得刚刚我们问身高的那个句子怎么问的吗 对了 如果说你有多高 我们问的是 How tall are you 注意 Are you 必动词are 对吗 How tall are you 那动物们肯定不能用you啊 等用什么呀 就用eat 所以我们问 How tall是are it吗 不行 必动词要换哪个 换is How tall is it How tall is it 它有多高 对吗 所以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往这看 你要找到身高的那个单位 How tall is it How tall is the camel It's 2.13cm 对了2.13米 要这样说出来 对吗 这个单位 你不能直接说cm或者kg 要说出cm和kg Clear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吧 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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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